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次又要再去日本 但是这一次比较特别 我不算是去玩的 因为我会在日本待蛮长一段时间 就是继上次澳洲之后 就是我上次去澳洲住在朋友家住了一个多月嘛 就是完成说我想要在国外常住的愿望 然后这一次的日本行呢 也是小小的完成我的其中一个愿望之一 就是我也想要在日本常住一段时间 所以呢我就独自的又要出发了 那这一次呢就是 一样我也是会住在朋友家 那个朋友的话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她就是妹妹 对 因为她上次来釜山玩的时候 就有邀请我说要不要去住她家 然后我就想说 嗯机会难得 因为之后的话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那么长时间有空 然后可以去常住在日本 去体验当地的生活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要自己一个人 再冲一波 这一次呢要去日本常住啦 非常的期待 因为我本人就是非常喜欢日本 就很想要在日本常住看看 不知道那个感觉会是怎么样 反正呢就是非常的期待 然后现在我在釜山的机场要准备去东京 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就是接下来的影片呢 大家就是要跟着我一起去体验一下 日本的当地生活咯 就是可能会跟旅游的影片比较不一样 可能会走一个比较随性风一点 因为我自己也是去体验生活 不是去旅游的 感觉会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准备出发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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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我现在抵达那个成田机场了 然后呢 这里是成田机场第一行下 然后这边的五楼有一间很大的Lawson 它的食物都非常的齐全 大家可以来玩 这就是我一定会买五后红茶的乌糖 上次来没有吃到的Lawson的小鸡块 因为这个很多人非常的推 但是我上次来完全没有吃到 所以我现在就有赶快买了一个来吃 我刚刚一样在飞机场为了吃这个 我没有吃飞机场 然后跟这个长颈露饼干也是必买的 饭团 这次来日本常驻 我就是打算把全部的饭团口味都吃过一遍 先来吃鸡块 我发现我买到的是起司口味的 它里面有附一个小牙签让你插着吃 它就这样小小一个 然后它的味道真的超级香 很好吃 它的起司味道超浓 然后整个里面鸡肉是很juicy的那一种 好好吃喔 咖啡这次也买了 呼拉鱼口味的也好香喔 有姜的味道 我就很喜欢吃它 我们家出的这种就是 很健康的感觉的饭团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五穀米 然后它的味道不会很肿很清淡 就很喜欢 有看我之前日本影片的人应该有看过我吃另外一款 之后我的日本生活 我会找一天来拍 一整天只吃便利商店 我觉得会非常幸福 因为这个题材是我之前一直想拍的 但是因为之前的时间比较少 就会觉得一整天吃便利商店 就觉得好像有点可惜 但是这次不会 这次我会一整天都吃便利商店 我非常期待 吃饱了我就要去打车了 拜 BHC 老大 休息 它 Service 武刀 vill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家也蛮有名的 这家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 我们决定要吃这家 看起来很漂亮的松饼 它是跟那个耶 三里奥有联名的 哇 天呐 这个也太可爱了吧 哦 这个是那个 联名的菜单 好美的松饼啊 哇哦 抵达日本的正式的 第一个下午茶 我们点的是 水果松饼 它里面有草莓 蓝莓 然后跟香蕉 配上咖啡 这个呢要自己淋上这个酱 这个是枫糖酱 就是这样 诶 哦哦 哦哦 哦 哈啰 哈啰 哈囉 回家 開心 不管哪國的主婦的共通點就是很喜歡逛超市 我好可憐 正式正式請問過就會有一個叫做什麼的狐狸 好像也是另外一個逛啊 看看這是誰 這是誰 誰 你可以看你們家的狗 你看看 你真的是很迷惑耶 傻眼 很舒服耶 很舒服耶 你兩隻手這樣子抓著 家常炒麵 然後配這個啤酒 開心第一天的晚餐 今天的早餐 全家買的藍莓優酪 它是鮪魚起司馬芬包 看起來很好吃 全家的抹茶限定商品 看起來超濃的銅鑼燒 筷子 小肌 小肌 剩呀 超可愛 嗨 看看那個哭泣了 也太Cute了吧 超喜歡吃這個 來吃拉麵 哇 有那個耶 章魚燒耶 炒飯感覺很好吃 你要不要點一個 這樣會很肥 沒關係 你說推薦的拉麵是 賣完了 我們點的這個是 應該蝦仁餛飩 來喝一口湯 就是很清爽的那種 不買一口湯 金口湯 我應該會不買 吃的時候 花花花衣 應該是不是要吃 我應該會吃 我去吃 我們要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